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周日向美国作出威胁 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将会因为美国击毙伊朗将军苏莱曼尼而付出代价 周日 伊拉克议会通过不具法律效力的决议案 要求外国军队离开伊拉克境内 目前有大约5000名美国士兵在伊拉克驻扎 作为国际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一部分 美国总统川普随即发推特表示 这些媒体声明给美国议会作为通知 如果伊朗攻击美国任何一个人或目标 美国将会快速全面的还击 而且将更大力度 周六 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阿布哈姆兹威胁 要攻击美国在中东的35个目标 当天 美国驻巴格达使馆附近受到迫及爆袭击 周六晚 川普在推特上贴文 美国刚刚在军事设备上花了2万亿美元 目前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好的国家 如果伊朗袭击美国基地 或攻击任何美国人 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新型武器 另外 川普还表示 美国已锁定52个伊朗目标 52的数字代表着1979年底 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 被扣押超过一年的人质数目 美国国务亲朋佩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美国已瞄准真正的罪魁祸首并让其负责 周六 美国第82空降部队的3500名士兵被派往中东 成为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快速部署 他们将加入此前美国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大使馆 遭示威者包围后 已经部署的约650人步兵营 接下来几天内 还会有2800名士兵加入 新唐人记者王愚赫综合报道 新唐人记者王愚赫综合